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赵丽颖被转杀熟,故意折腾林更新与凤行中给他安排额外戏份。 林更新在与凤行里的戏已经快要全部完成了,但是赵丽颖却和编辑聊了以后,又给他安排了一些戏份。 在这样的状况下,当下就有人开始讽刺赵丽颖杀熟,就是故意折腾林更新,给他安排正常工作之外的工作。 其实要不是赵丽颖拍摄了与凤行,大概也没有林更新什么出头的日子了,之前赵丽颖和林更新一起拍完《楚桥传》第一部后。 很多人就为两人的结局而留有遗憾,因为即使林更新在剧里饰演的角色很出彩。 但是在这部剧结尾他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局,直到现在也还是有人想着。 他饰演的角色到底最后有没有从湖里捞出来? 能给人一种这样的期待的话? 就可以说明赵丽颖和林更新两人CP感很强,这也让网友们对他们两人的合作,就多了一份期待。 赵丽颖想着就是为了圆梦网友们的这个心愿,所以在与凤行将要拍摄的时候。 赵丽颖专门找了林更新来演这部剧,就是为了圆梦楚桥传遗留下来的不圆满。 但与此同时,他也被网友开始质疑起来,因为网友们觉得现在林更新现在的身形,已经不适合饰演这部剧了。 所以当这部剧已经确定男主是林更新的时候,很多观众都不买账,要求把林更新换掉。 虽然外界的质疑声音有很多,但是赵丽颖还是没有答应观众的要求,而这部剧里,赵丽颖不光是演员身份,也是监制身份,所以选谁做男主,是赵丽颖说了算的。 所以赵丽颖在开拍《与凤航》的时候,他就专门给林更新留了一个角色,就是为了圆梦楚桥传里的不完整。 而这个剧本里沈黎这个角色,赵丽颖本来就很喜欢。 所以在导演请他饰演《与凤航》的时候,赵丽颖马上就答应了。 而且还说自己要当监制,目的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把控剧情,不让任何人随意改编剧情。 虽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导演还是答应了,当然这也充分说明,赵丽颖对这部戏很重视。 在赵丽颖接到与凤航的消息后,他就感觉到了危机,因为有人之后就说他挂名拿双份工资。 有人这样说,主要是因为赵丽颖这次不管是演员,还是监制,既然赵丽颖有新作监制。 也说明他很重视这部剧。 要想知道,为什么赵丽颖拍摄《古偶》这么谨慎,主要是他已经被有匪的时候坑派了。 因为当时有匪的剧情被各种改动,这让赵丽颖就罢工来抵抗剧情被改, 后来他还发小作文来发泄自己的不满的情绪。 但是虽然赵丽颖的做法得到了援助粉丝的认可,但是最后演员还是被改了, 这也让尤斐这部剧播出后效果不好的情况发生。 确实尤斐也拖了赵丽颖的后腿,所以他在拍《雨凤行》的时候,这么谨慎,目的就是不让任何人乱改剧情, 当然这也是赵丽颖对作品的一种认真的态度。